1947年8月 蒋介石的国民党大军将毛主席团团包围 这是毛主席最危难的时刻 在这关乎生死存亡的关键之际 毛主席简简单单的在路边写下了七个大字 巧用了一招空城计 便将数万国民党大军耍得团团转 成功地化险为夷 那么当年毛主席究竟在路边写出了哪七个大字 他又是如何在数万国军的包围之下虎口脱险的呢 点个关注 咱们接着往下看 1947年3月19日 蒋介石的国军部队成功占领延安地区 但他们却惊讶地发现在广阔的延安城内 竟找不到一名解放军的蛛丝马迹 当蒋介石听闻了这个消息之后 勃然大怒 难道这浩浩荡荡的解放军部队还能凭空飞了不成 蒋介石当即下定就是绝地三尺 也要把解放军部队给找出来 其实在国民党军成功占领延安的前几日 我党的解放军部队以及中央指挥人员 就已经早早地撤离了延安 当时国军的先锋部队已经抵达了七里铺地区 危险可以说是近在咫尺 附近时不时都会爆发出刺耳的枪击爆炸声 毛主席身旁的王震将军和彭老总早已是心急如焚 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连声催促毛主席赶紧撤退 但毛主席却是稳如泰山 高瞻远瞩地在3月17日傍晚对着军中下达了指令 让部队不紧不慢地撤离延安城内 撤离期间毛主席在夜色之中转头回望了一眼延安古城 不慌不忙地说了一句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他走他的路 我过我的河 他上那座山 我上这座山 来得及 怕什么 两日后 胡宗南率领着国民党大军 已然抵达延安城内 但他未曾想到 自己这般日夜兼程的行军 最后竟是扑了个空 胡宗南呆呆地望着延安这座空城 陷入了沉思之中 他怎么都想不清楚 毛主席和解放军大部队 是如何在人数众多的国军重重包围之下 悄无声息 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呢 但眼下的胡宗南转念一想 此刻绝非是琢磨这个问题的时候 而是要思考 怎样才能稳住他们的蒋委员长 当初 蒋介石不惜放弃了自己的南京政府 在此一个月之前 蒋介石就早早地乘坐了专机 来到西安 并且声势浩大的 集结了25万国民党军精锐 为的就是要维歼解放军部队 想要将我们一网打尽 但毛主席却早已经料到蒋介石的计谋 1947年3月11日 原本驻扎在延安城内的美军观察小组 突然悄无声息地撤离了延安 这自然逃不出毛主席的火眼金睛 他当下就感觉到了危险 即将到来的信号 蒋介石极有可能在后面的时间段 发起对我军的总攻 事实证明 毛主席的判断果然没错 就在美军观察小组 撤离延安后的几个小时 延安城上空 就布满了国军的轰炸机 不过在此之前 毛主席就已经号召了当地的军民 早早躲进了防空攻势当中 虽说逃过一劫 但这次国军的突袭轰炸事件 却是给我军敲响了警钟 这也标志了延安保卫战的正式打响 两日后 正如毛主席之前预料的一样 蒋介石果真打算对我军的部队发起总攻 他派出了手下精英大将胡宗南 让其率领14万国民党大军直逼延安 并且还夸下海口 号称三天之内攻下延安 想要将我军部队一网打尽 蒋介石之所以敢口出狂言 不是没有原因 当时的国民党军队 无论是部队人数还是武器装备 的确是占有一定的优势 这也成为了他们耀武扬威的资本 但结局却没有如蒋委员长所愿 他远没有料到 装备精良人数众多的国民党大军 会在延安城吃了贵 毛主席率领着我军战士们 不费一兵一卒 便轻松地化解了这场死局 由于毛主席早就意料到了蒋介石的居心 所以在三月初 就早早地拟定了保卫延安城的作战计划 面对装备人数 军事稳战优势的国军 当然不能与他们硬碰硬 所以毛主席决定以柔克刚出旗之声 他告知全军上下 让部队在必要的关键时刻主动放弃延安 并且毛主席也在撤离延安之前 特意吩咐了战士们打扫干净房屋 让蒋介石见识见识 什么叫做空城计 胡宗南自然知道 蒋介石此次大费周章的进攻延安 势必要有一个结果的 但眼前的一座空城 却让胡宗南顿时间陷入了窘境 随即他便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胡宗南伪造了一份电报 声称自己已经顺利攻下延安 并且还殲灭俘虏了五万余解放军战士 收到喜讯的蒋介石 顷刻间心花怒放 当下便授予了胡宗南一枚二等军功章 可反观受到了嘉奖的胡宗南 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如果蒋介石知道了 这份喜讯电报是伪造的 那他一定难逃掉脑袋的结局 撒了一个谎 就要用数十上百个谎来弥补 踏上了不归路的胡宗南 满脑子都充斥着一个想法 那就是他到哪里去找这五万的解放军呢 为了掩盖事实真相 胡宗南不惜带领了数万国民党军 对延安里里外外开启了地毯式的搜索 一只苍蝇他们都没有放过 他不信毛主席可以率领解放军部队 在一夜之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但结果却是给了胡宗南一记重重的教训 任凭国军如何广撒网地仔细寻找 但在这延安城附近 始终连一个鬼影都没见到 甚至这里面的房屋内全部干干净净 就如同不曾有过人居住一般 人没找到不说 胡宗南还在清化边地区 白白损失了一个旅的兵力 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胡宗南心知这样找下去也是无用 他便将手下的国军主力全部集结起来 同我军展开了羊马河战役以及盘龙战役 由于在之前的高频率搜寻中 国军上下早已疲惫不堪 而养心蓄锐的解放军战士们则是威猛无比 在这两场仗中狠狠地打击了胡宗南的嚣张气焰 吃了亏的胡宗南依旧贼心不死 开始变着法的对我军实行干预打击 他派出了手底下的得力干将刘勘 这个刘勘也不简单 他曾经在陕甘宁等区域带兵驻扎过 对延安附近的地理位置尤为熟悉 看得出来胡宗南这次是要孤注一掷了 刘勘出马以后果真有了不小的收获 在王家湾地区附近 发现了陆陆续续的微弱电波信号 刘勘意识到这电波信号的源头 极有可能就是毛主席和解放军部队的藏身地 最后他便率领了大批国军人马踏上了路程 此时的毛主席正藏身在王家湾二十公里外的小河村一带 之所以没有选择长途跋涉远离延安 是因为毛主席坚信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并且延安附近地域也是我党常年累月的扎根地 要论地形的掌握程度 一个刘勘远不够看 我军部队可以将主动权牢牢地握在手中 所以毛主席在离开延安之后 下令部队分散撤退 自己带了四百名左右的解放军战士 来到了小河村藏身 在得知了刘勘前来的消息后 毛主席依旧是坦然自若 告知身边的战士们不要慌张 虽然我们的人数装备不占优势 但对附近地形非常熟悉 完全可以找到藏身地点 最后 众人又隐藏到了附近的一条小山沟内 就在刘勘与我军仅有几百米的距离时 后方突然传来了震耳欲聋的枪声 原来是王震将军得知了刘勘前来的消息后 担心毛主席的人身安全 所以他急忙率兵前来小河村支援毛主席 刘勘见此情形将自己的国军部队一分为二 一部分与王震将军展开交锋 剩下的则继续在小河村附近 搜寻毛主席的踪迹 正是这王震制定策略一晃神的功夫 毛主席就又带着四百名战士扬长而去 再一次在国军的包围下逃出生天 8月17日 毛主席率领的部队由于被国军不断围堵 已经来到了黄河边上 身后就是刘勘好几个旅的追兵 现在摆在毛主席面前的唯一生路 就只剩下了横渡黄河一个选择 但毛主席曾在撤离之前说过 不打败胡宗南绝不过河 凭借着心中的顽强信念 毛主席另辟蹊径 选择了向附近的余处高山解发 在抵达山脚时 毛主席让人找了一块木牌 在上面写下七个大字 毛泽东由此上山 随后他才不紧不慢地向山上走去 在刘勘的队伍赶到山脚后 自然是看到了木牌上的大字 以及前方汹涌奔腾的黄河 此时的刘勘断定 毛主席一定已经横渡过了黄河 因为黄河对面 便有解放军大部队的接应 而这块木牌上的字 只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罢了 很有可能是我军埋设下的一个陷阱 刘勘相继便发出了收兵回营的指令 殊不知此刻的毛主席 正站在山顶上 望着远去的国民党大军 他又一次凭借着过人的智慧 和胆识化险为夷 这就是咱们伟大的领袖 毛主席 无论在怎样的危难关头 他都能镇定自若 稳如泰山 面对层层艰难考验 他总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 放在首位 为我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